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EMPLUS的優仔工房 接下來稍後時間,季中的轉匯槍會重開 在重開之前,其實在英超仍然有很多話題,包括曼聯也剛剛換了新任領隊,艾摩蓮就這樣上任 最近話題人物,特別的人摩蓮奴 摩蓮奴,大家知道現在在土耳其的菲林巴治 最近也公開,除了批評球證,他要罰停賽之外 甚至乎也批評球隊,甚至乎是土耳其整個足球的大環境 都罵得很厲害和不留情面 令到摩蓮奴也要罰款之餘,批評球證也要停賽 摩蓮奴,我自己覺得他是一個很聰明的教練領隊 他說得出其實都不是一時之氣那些 摩蓮奴這樣罵,我想他在土耳其,在菲林巴治的日子都不會很長 是不是有後路呢?一向都有傳過,最近也傳出來 摩蓮奴會不會重返英超執教紐卡蘇 首先紐卡蘇中東財團方面,早前全部都透露過 他們老闆和摩蓮奴在大賽車的場合方面 另外有今的財力可以支持到摩蓮奴來任教 或者再重整旗鼓 而看回現時的情況,貴重摩蓮奴有沒有機會 紐卡蘇炒炒了現任教練艾迪賀維呢? 我覺得一半半也不是說 因為紐卡蘇最厲害就是二、三年求貴,第四位 二、三、二、四年上一季就跌了第七位 今季其實季初表現都一般,但是近期好一些 其實現在紐卡蘇在艾迪賀維的情況之下 排在第八位 第八位是沒有之前那麼好的 但是距離第三、四位的阿仙奴和車路士 其實只是相差很少分數 所以感覺上是不是差到一個點呢?也不是的 但是我相信摩蓮奴會重返英超的 究竟是季中還是夏季呢?大家拭目以待 接下來也有很多消息 現在英超也是很葡萄牙的領隊教練在這裡 或者是球員 阿摩蓮走馬上任 他也是葡萄牙籍的教練 和摩蓮奴一樣 來到曼聯 大家都會明白到 他將會有一個清洗球員的名單 不是他心目中的杯茶 他會有些整合的 所以我來貴中的時間都相信 哪些擺明會用 主力哪些會不用 我想同樣是來自葡萄牙的 帆努·菲蘭迪斯 曼聯的隊長 我相信會仍然以他為首 帆努·菲蘭迪斯作為曼聯的隊長 有些球迷喜歡他 有些不喜歡他 很壞參半 但是帆努·菲蘭迪斯在現有 在曼聯現在仍然是很重要 而且他的出席率很高 打法來仍然不同 很難說跟舊時堅尼那些比 是不同的打法 他又不是那隻可以很硬看子 很硬正 不是那種來的 但是我覺得 艾摩聯來到曼聯 都會同聲同氣情況之下 仍然會以 帆努·菲蘭迪斯為首 去重建球隊 是比較實在一點 因為那時三刻 就是說要整隊球再撿過 其實你看回以往 哥迪奧娜 高普 很多名稅 迪達這些都要幾年時間 所以我會覺得 幾個興趣 看看艾摩聯上曼聯之後 特別在貴宗 接下來的階段 會以重哪幾位的主力 哪些是真的可以不用 或者可以埋得 我自己最有興趣 就是究竟華舒福的定位 會是怎樣 大家也不妨拭目以待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就是安博體育傳媒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